想要打我一巴掌的人赶快来 我来了 王爸爸王大中写下亲笔信回击李静蕾昌温 王爸爸说2013年李静蕾告诉王丽红自己已经怀孕 开头说自己会独自带孩子 后来又改口说不结婚就会爆料摧毁王丽红的事业 当时家里大部分的人认为不能够被威胁 而王爸爸自己是唯一一个赞成结婚的 结果竟然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王爸爸称这段婚姻是七年的痛苦 最近两年更加是地狱式的生活 丽红劳心劳力补东补西来维持婚姻 并且强调王丽红在最后两年不能够同住期间 就算是上网 每天还是会花几小时和小孩在一起 王爸爸说不要求大家同情 只希望大家能够客观分析 离婚程序进行了将近两年 双方已经签字了 女方要求几亿台币 外加房子 生活费 两名保姆 一名帮佣 一名司机 还有孩子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这一切已经同意并且交付 最后王爸爸说 丽红在此期间绝对没有出轨之事 希望大家保持客观 自然还是会有天理公道 丽红不是败类 她的孩子们也不该被灌输这种印象 曾经周杰伦还会在网上跟王丽红互动 李静零长文发出之后 周董取消关注王丽红 虽然很多文章说林俊杰也取关了 但是林俊杰其实本来就没有关注王丽红 还有无辜网友被王丽红拉黑 因为这位网友的名字 只是含有周杰伦这三个字 也是蛮无辜的 与此同时 各大品牌纷纷宣布和王丽红解约 而早上王丽红现身北京机场 还有跟记者挥手 白兔工作室凌晨4点发出了授案回职 人言可谓众口硕金 回职当中的当事人佩慧令 也就是爆料事件当中 被报和王丽红一起的女主角Yumi 她的本名就是白伟林 但后来又取了一个中文的艺名叫做孙宇 这么多名字我都被搞晕了 在母亲白兔里面姐姐妹妹的朋友 记住这个知识点 八卦都是妹妹的就可以了 中午12点 李静雷转发白兔工作室发文 直接回队 请把警察联系方式给我 我提供证据 谢谢 其实李静雷的长文里面 没有提到任何女方的姓名 但是这个回合下来 属于是求垂得垂 而到了下午 热搜前50里面 突然出现了排23的热搜 白兔跳舞摔真狠 点进去一看 也不是当事人妹妹Yumi 而是姐姐Miko 这个热搜上网上的莫名其妙 跳舞好认真好投入 在地上摔得好狠 我认真看完了1分19秒的视频 她根本就没有摔 而是完完整整的跳完了整支舞 我不是狠心想让她摔啊 但实在是图文不符 还是有不明不白的网友 把姐姐当成妹妹一顿猛轰 很多网友评论 别骂错了 这个是姐姐 太惨了 还得拉出来替妹妹挨骂 也有网友评论 姐姐属于是老倒霉蛋了 一直在被拖累 而这次亡灵红事件的漩涡中心 妹妹Yumi 最有名的绯闻对象 是赌王的儿子何又君 也就是西贵妃西梦瑶的老公 2014年 媒体经常派到 他们一起牵手逛街 Yumi发文 幸福到会给人一种 想结婚的冲动了 记者去问何又君的妈妈 赌王四太梁安琪 她回应说 儿子书都没有念完 你说会不会 当时才19岁的何又君 则回应 自己只是异性朋友比较多 后来何又君突然发文澄清 异性朋友比较多的这个回应 是去年很早之前的采访回答 请不要再断章取义和伤害她 可以说是间接成人恋情 后来两个人的合照里面 还戴了情侣帽 Yumi的帽子写着永远爱猫二友 也就是何又君的英文名 何又君的帽子写着永远忠于Yumi 2015年何又君分手之后 Yumi又和萧亚萱的前男友 也就是吴建豪前妻的弟弟 反正就是新加坡豪门的 Elroy传出了绯闻 绯闻属于一张Yumi挨着Elroy 做的夜店照片 Yumi发到网上之后秒删 看来发图又秒删 是Yumi的常规操作了 之后Elroy回应和Yumi不可能 她和女方是在朋友生日趴上面 刚好遇到的 她怕外界会以为两个人暧昧 还专门提醒Yumi不要发上网 结果她还是发了 继续回来看后续 晚上同属于爆料所指 当事人的维维埃第二次发生 她说王力宏今年来过她家两次 都是朋友们的聚会 第一次是王力宏被哄违规的 那一次茶泡饭聚会 另外一次是维维安的丈夫 在家请朋友吃晚饭 她说自己没有对不起她先生 还希望王力宏能够尽快出来化解 不要因为个人私事 殃及友人 还有一位曾经在酒店工作的 网友评论说 李静蕾已经手下留情 她老婆已经对她很好了 我们知道的一些事情 而且是细节都还没有报 另外还称私下里面比较好的朋友 会称王力宏为客司 那王力宏这边会有怎么样的动作 之后我还会继续跟进报道 那今天先到这里 我是温哥姐姐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要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长按点赞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下期见拜拜